現任的這個是差到21的 差21 但是因為年紀的關係以後 就會有一些帶頭 有一次他在那個路邊 騎摩托車經過 看到那個車子底下有一隻小貓 才知道說原來那個貓的腳斷了 一邊哭就騎摩托車 帶牠去獸醫院 剛開刀還有做這些整理什麼的 前前後後花了要六七萬 問題是 牠會過敏 因為都是撿那種流浪貓 因為吃抗過敏藥來養貓 這個事情我就不能忍 對啦 OK OK的 快12歲 他還要確定 他還要確定 不是啦 你是說年紀差 年紀差 對 我們現任的這個是差到21的 好啊 你差21 對 超糟的 趙哥的眼睛越來越好 不管是做幕後或幕前 沒有時間交女朋友 所以大部分就是要做什麼 都去酒店 不是啦 不要亂比較年輕 就是因為工作行業旁邊 剛剛好有同事 直接辦公室練習 然後在辦公室做什麼 不是啦 辦公室練習 不一定辦公室做什麼 辦公室要辦其他的 對… 對於幕後的工作人員 替換率高 需要新鮮的肝 對… 趙哥對於這種工作 職場練習他不避諱 不避諱 不避諱 交往就交往 來一個 三個 來兩個 三一雙 不是… 我製作人嘛 來 今天等一下晚一點 你留下來 沒有… 沒有憲哥講得那麼邪惡 電力要聊代溝了 真的 Generation Gate 來 對 我覺得觀念 其實男女真的是大不同 沒錯 但是因為年紀的關係以後 就會有一些代溝 這種代溝有的時候 是用情感被瑕疵就很麻煩 像我的女朋友她 看到這個什麼 流浪貓 流浪貓 貓狗的那種新聞 情緒上就會比較激動 怎麼會有這麼殘忍的事情 這世界不應該發生這種事 對啦… 有一次 他在那個路邊騎摩車經過 看到那個車子底下 有一隻小貓 頭伸出來就伸進去 伸出來就伸進去 他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他是有看周星馳電影 是交配 出來了 又進去了 好恐怖喔 頭伸出來又伸進去 他就下來看 騙了半天 騙很久才騙出來 才知道說 原來那個貓的腳斷了 他就看了就哭 一邊哭就騎摩車 帶他去售醫院 剛開刀還有做這些整理什麼的 就要花了一萬五 花了一萬五不打緊 之後因為貓沒有辦法馬上出來 所以貓聽說營養不良 還要在醫院住了單靜 一個月 還住院 對 前前後後花了要 錢其實是四小 錢是四小 問題是 牠會過敏 貓會過敏 對 牠對貓會過敏 對貓會過敏就麻煩了 因為牠自己家裡 也養了五六隻貓 每次因為都是撿弄 流浪貓回來 因為吃抗過敏藥來養貓 這個事情我就不能忍了 我就講好多次 我說你就送給你的朋友 有愛心的去養 因為你不適合 對不對 你的身體不適合吃抗過敏藥 然後去養貓 就很奇怪 對 時間久了其實是身體會不好 愛心氾濫 對 但是沒辦法每次講到這個 就是牠的這個地雷 就開始哭了 那這一哭就變成我們沒辦法 好啦 既然你那麼愛 那就有的時候會幫忙買些 你看今天韋毅來 我們還跟韋毅買了這個 給貓吃的 韋毅有在做這個 牛肉肝 豬肉肝 豬肉肝 寵物的 就變成會自己買 你可不可以要 待會兒開車回家路上 你自己吃完 你敢吃完 這個是 他不是流浪漢 是流浪人 趙哥你吃完我再給你 流浪人也要講 流浪人 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有的時候年輕的女孩子 比較搞不清楚自己在做什麼 對 執著一件事情 他認為那是對的事 但是他沒有想到 你那個對的事情 實際上對你沒有任何幫助 所以要年紀大包容一下 只能說溝通 體會他的體會 對啦